今天是4月6日,第三節 前兩天,以色列警方搜捕巴勒斯坦人 在回教清真寺裡頭,抓了350人 還有第二次有在搜捕 發生這些事後,黎巴嫩今天發了34個火箭射擊以色列 大部份的火箭炮都被擊落 最少有5個都擊落在以色列的地方 日本一架軍用直升機 上面還有10個人,失蹤了 遠離雷達追蹤 暫時不知道情形是怎樣 巴黎的示威繼續 示威者有部份去了巴黎的餐廳 這間餐廳是法國總統馬克龍最喜歡的餐廳 他們在那裡又會弄壞一些東西 為何這間餐廳是馬克龍最喜歡的餐廳 因為在2017年馬克龍第一次初選的時候 就在那裡跟支持者揮手 示威者現在還繼續弄壞很多東西 因為他們很生氣,政府要將退休年齡改革 由62歲增加到64歲 有一個APP叫做Cash App 創辦人Bob Lee被殺 在三藩市凌晨2時35分 這間公司根據BBC的估值 應該值400億美金 這個Cash App等於是Mobile Pay 在南非有個司機飛行的時候 懷疑這個座椅下 他的水樽自己忘記扭實 探頭去看的時候 原來有條眼鏡蛇 這條眼鏡蛇是有毒的 所以機師也要立即緊急降落 機上也有幾個人 這些是小型機 最後就沒事了 醫設完